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周三开始在加沙地带展开下一阶段的战斗目标 也就是定位并且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下庞大的隧道网络 关于战况的最新消息 马上来连线正在耶路撒冷现场的记者郑俊之 俊之好 加沙城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还有以色列当局面临哪些方面的压力呢 好的主播 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一轮交战已经满月 在战争开导的第三十三天 双方对峙的态势以及加上的人道危机更是持续恶化 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呼吁人道停火的呼声是愈发的高涨 而以色列国内民众的焦虑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在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等城市 大小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 民众要求政府不计一切代价 尽快解救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 以色列当地电视台12频道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只有27%的以色列人 认为内塔尼亚湖是目前执政的最佳人选 另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众表示 内塔尼亚湖应当下台 64%的民众认为 以巴冲突平息后应当立即举行大选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的进攻 军方称已经深入加沙城的中心地带 我们采访组一行 昨天是去到了距离加沙仅有800多米的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黛罗特 那是外国记者可以去到的最靠近加沙的地方 站在那里的一块高地上 可以远眺身后的加沙 直观感受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火力攻势 在现场呢 我们是看到了远处时不时升起滚滚浓烟 听到持续炮击的轰隆声 和头顶上正在执行任务的无人机的声音 下一阶段 哈马斯和以军之间的血腥熬战恐将难以避免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 谢谢军之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解读和介绍 请军之注意安全